各位 这个来自CNN 我说在美国现在 在很多店铺要求破产处理 主要来自一部分的 我们先看看内闻 他说小的或者中型的公司 现在非常辛苦为了生存 在2024年的上半年 即是首六个月 总共有346间公司要求破产 要重组 这是自从2010年最多 2010年或十几年前的事 只在上一个月 已经有75个公司准备破产 亦是自从2020年来说最多的一个月 这一类的公司是哪一类呢 就是Consumer Discussionary 即是说是面对消费者 但不是绝对需要的东西 例如买一些并非日常需要的东西 例如餐厅 衣服 或者汽车零件等等 这些不是绝对必要的东西 就是这些公司就没有办法生存了 Consumer给了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现在利息高 所以这些公司要拿贷款来继续运行困难 第二个原因就是现在消费者的要求下降了 大家消费者不愿意花钱 所以大家荷包没银 这些可以不用就不用 最第三个原因就是 这是因为在疫情期间 有一个对经济上的扭曲 现在正在更正中 为什么不说呢 他就说在2020年 疫情期间 有大量的新公司组成 当然当时2020年期间 我知道很多城市都要封城之类 大家限制出门 于是有很多新的做生意的手段 去应付日常需要的新的做法 例如网购之类 一大堆的机会出来之后 自然有人去填这些机会 填这些机会的时候 就会造成新公司 但新公司很多时候就有 非常多的原因 我们知道新公司 通常头过几年 如果捱得过以后就会继续下去 但头过几年捱不过 就会倒闭 现在情况就是这样 在2020年开始 一大堆新的公司就注册 就说只是去年就有 550万个申请开新公司 现在2024年稍微回落了一些 当有一个新事件发生 譬如好像疫情期间 有很多新的生活方法 我刚才说了 开了一些新的机会出来 有公司去填上去 但有大堆公司填不到 譬如这些 非必要的消费者面向的问题 就引致现在的公司 没有了这个 比如这些公司 可能是卖外卖 送外卖到家里之类 在疫情期间出不了屋门 带个电话去 有人送到过来 这是个好事 但到现在这个情况 没有了之后 这些公司没有办法 适当地转型的话 结果就要倒闭了 这是其中一个现象 亦都反映到 在美国虽然有机会 有500多万人申请开新公司 500多万公司 但这些公司能否继续 长期存在下去 其实要讲性价比 要讲竞争 对美国来说 多些人去试是好事 但对于这些失败的公司 要看有没有用错机会 我常常强调 就是有钱人一次失败 两次失败 对他们绝对不是问题 因为他们有家庭的支撑 失败了 未宣布这个生意破产 重新来过 但对一些穷苦大众来说 就没有这个用错机会 那这个就反而是更加大的问题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